大家好,欢迎来到OLI CAPITAL的YouTube Channel 我的名字是齐洛 我们今天讲的呢,还是澳股攻略的美洲选股栏目 今天给大家挑了一只股 也是很感谢大家在网上提问 今天讲的这只股呢,是BABS 澳洲的一个主要生产羊奶粉的这么一个奶粉股吧 首先主题之前呢,我们先做个免责声明 免责声明跟之前一样 就我每一期节目都是只是分享我自己的知识啊,经验啊,和看法 不能成为您的这个理财与投资的建议 所以没有这个personal advice 附加我要披露一下,今天讲的股票呢,我恰巧也持有 我也有BABS的股票,大概成本在七毛左右 好,我们现在进入主题 今天的主题呢,讲BABS的时候呢,其实因为有一个 不止一个,有几位朋友在问我这BABS能否成为下一个A2 其实现在无论回答能还是不能,我觉得都不是很负责的 因为其实未来只有发生之后才能这个证明它发生了 不过我们可以一起走一遍流程,让大家来盘盘分它是否有发展前景和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阻力 第一件事,大家要看公司的简介 还是那个六个W,上一集已经讲过了 这是你自己要做的作业,自己问完了这一系列问题之后呢,给自己做一个答复 来看看它的这个盘面的基础信息 BABS主要是澳大利亚生产这个山羊奶配方奶粉和婴儿这个腐蚀的一个生产商 在2017年的12月份呢,公司也收购了澳大利亚当时最大的山羊奶产品生产商 叫New Like Food 目前公司旗下品牌包括BABS 还有两个我觉得大家不是很熟悉的小品牌 然后在排行榜上呢,它的市值的这个权重是澳股排行榜的第405位 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出现在200强和300强的指数里面 它的目前市值是4.45亿澳元 一共发行了这个5.6亿张股票 它目前呢是这个做空的比例呢是4.65% 下面我们会谈做空的这件事情 然后它并没有这个PE是盈率 因为它并没有利润,目前也没有分红 我们来看一眼它近一年的股价的上涨的表现 近一年是指过去的12个月 过去12个月它其实股价已经涨了56.57% 虽然说它距离它的高位到现在有几乎是腰斩了 因为它的最高点将近快到了1块6 而今天的股价呢是7毛8 所以在这个7毛8的价位我们值得买入吗 这是今天大家一起要探讨的一个话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生产什么产品 其实BOBS就比较好理解了 因为咱们的这个华人代购也会经常的推他们的产品 而且咱们华人也非常关注澳洲的一些食品 尤其是这个婴儿食品和奶粉 它主要的权威的这个拳头产品呢 还是以这个山羊奶粉配方的婴儿奶粉和成人奶粉为主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比重啊 它这个是这些数据是采集于它今年2月4号的 这么一个investor presentation 投资讲解会上用的一个PPT 这也是公开信息 19年呢它是43%的这个婴儿formular的这个婴儿配方奶粉 和35%的这个成人奶粉 2020年的上半年 其实是1920和20年的财年的上半年呢 是这个增加了一些这个婴儿配方的产量和这个成人配方的产量 减少了它的这个fetch dairy product 可能是他们认为奶粉应该更好卖 而它的这个主要核心市场呢 其实一开始我也以为是核心市场是中国 但其实从它的报告上来看呢 它的主战场还是在这个澳洲 19年78%是澳洲 20年的上半年是74%在澳洲 相比19年呢 20年上半年是19%是在中国 还有这个7%呢是在一些其他国际市场 其实这一点我是比较看好的 虽然大家都认为国内市场比较庞大 但是其实毕竟它是澳洲品牌嘛 我觉得澳洲品牌应该先要占领和这个攻打下澳洲本土市场为主 另一个值得回反思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话题是 虽然它74%是澳洲市场 但大家要思考 呃代购 它其实是在澳大利亚的商店去买 然后再寄给中国的 也就是说消费者和最终购买者其实是中国 但是中间代购在买的时候 它的这个进出账是在澳洲的一些这个商店一个超市 所以我是值得疑问这其实74%的这个澳洲市场里面 其实也是很大的一部分比例 也许还是最终是将它销售到中国 基本面分析还是支持和鼓励大家到自己的澳股交易平台上去看它的announcement公告栏 我画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公告 分别是这个2月18号的消息 2月4号的presentation 1月31号的这个季度报表 还有这个去年12月份和11月份的这个年度股东大会的一些这个报告 大家如果英文好的话可以去阅读一下 我们还是继续看它的24号的这个投资讲解会的PPT 它的上半年表现呢 它今年它有一些highlight是它的 revenue growth revenue 比去年同比的上涨了37% 然后它的quarter on quarter的这个还是山羊的奶粉配方奶奶粉还是他们的这个全头产品 同比季度比季度的翻倍了上涨了118% 我们可以看它的这个柱状图啊 它明显暗示是今年的这个上半年高于了去年的上半年 虽然说还没有超过全年啊 因为这只是半年的这个作业 嗯 应该是在暗示市场它也许下一个全年报 那就那要等到今年的年底了 今年的这个12月31号以后的那个全年报 也啊不不不好意思 要等到今年的6月6月底 6月底的这个全全年报可能会暗示它会高于这个19年 那具体有多高的大家拭目以待 然后它的也分析了它的这个婴儿的revenue和这个成人的这个revenue啊 它也是明显的在指明它的这个今年的上半年的婴儿的收入呢 比19年的上半年的同比涨了67% 呃成人奶粉涨了一点点 这个其实呃也是在向市场证明自己的这个销售能力吧 应该它得到市场的认可度也在增加 这这都是一些好消息 但是我之前也说过很多公司都是把这个很好的消息放在presentation的前面 你要挑干货的话还是要直接去看它的这个呃 纯数据纯数据上来看的话呃很明显这个它的财务状况呢目前来说还是赤字的很厉害 它的这个呃ernance per share呢也就是说美股的盈利能力呢 呃它起始的这个2016年到今年呢都是这个负的啊 从但是它有暗示尤其19年是这个美股盈利能力最差是负的0.08 呃在预算上和财务的一个预估上确实有暗示2020年可能会得到这个美股盈利能力持平啊 再加上2021年和2022年可能会有一些增长 呃值得关注的是它的这个呃EBDAEBDA也就是说的它的税前呃收入利润 呃它的税前收入的话呃不是利润了 它在2020年比2019年比2018年都是在这个亏减少它的呃亏损 也就是说的负收入会越来越少 呃有一个很庞大的数据显示在2021年呢 那它是这个呃很大幅度的这个爆发 而这些都是根据公司推算它未来盈利能力的这么一个预估 是否能够得到这么好的作业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发放财报都是一种判分 如果还财报的作业的呃的这个成绩好于它到曾经说过的话呢 股价会暴涨如果弱于它曾经这个预估的值呢就会出现跳水是下跌 呃这也是一些这个图表啊 这里面一目了然看到比较能够让我觉得有一些负面影响的呢就是这个图 是short sell 也就是做空绿这个绿色的曲线呢就是这个做空的绿的百分比明显股价是下滑的那这个啊 当然这部分股价大家可以忽略不看这部分是它这个借客上市之前的那个矿业公司的股价所以不要不要被这个所吓到那从这个16年这块开始看也就是从有这个做空的这个绿色的开始看做空的量是突飞猛进的往上涨啊那我不知道外面是否有恶意的财团在恶搞里面是否有恶意的财团的呢 这个bubs 但这个值得大家去关注 那我们来看看财务的干货呃这个财务呢是呃总结了这个呃是1月31号发的是截止12月31号2019年的这个季度报那季度报上呢我们上来啊哪怕你没有这个accounting背景的他就看他的赚钱和花钱的这个比例就在这个呃这我花红矿的这个部分 他从客户那边得到的收入呢是1330多万澳元但是他所花掉的这个operating cost和他这个生产的成本呢大于他销售的这个收入这是我其实在过去一直在群里好好跟朋友之间讨论bubs我一直对bubs呃比较不看好的一点就是说他花的钱比赚的钱多在生产成本 应该得到一些的控制呃当然公司肯定在策略上其实也是尽量的想做到这个控制成本 再加上一个值得疑问的就是说他上一个季度的这个呃 marketing和appertising也就是广告和市场营销的这个经费呢加到的加大到了336万澳元呃比上一个季度呢大概翻了一倍 他的这个呃人工成本呢就是说工资呢是160万然后高管和管理和这个企业企业相关费用呢是这个190多万是否合理大家可以自己去探讨呃 也就是说呃对比了收入和支出呢上一个季度他的亏损呢是这个1248万5澳元 我还是觉得他亏损是比较啊或者说他的负负收入是比较呃严重的嗯 嗯如果有一天他的负收入能够变成持续降低能证明他一直在降低 而且有一天他变成一个盈亏这个平衡了其实他的股价会有一个质的飞跃如果他能够有一天他的季度报表是正正现金流的话 那时候股价会涨得非常的快等他进入正现金流的时候大家才值得去讨论他是否是下一个A2因为A2人家是每个季度都赚钱的这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然后大家可以截图去看一系列的这个呃这个财务而另一个值得去谈的就是他手上的现金呢现在呃大概有3900多万包括他曾经增发融资所得到的这个现金流有3500多万 所以呃可以考虑他现在手上的钱呢至少可以承受这样的呃季度开销呢大概还能承受三个季度左右 当然我希望他以后的每个季度可以减少他的这个支出啊然后他也有披露了他下一个季度的可能的这个支出呢是2600多万 那么如果他的收入还是像现在的这个1300多万呢那就证明他下个季度有可能还会有一个1200 2300万的这个负现金流但是呃如果他加大了他的这个销售他下个月他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收入的话可能会有所下跌 这就是下一个季度报表大家都很期待的一个数据 他在市场广告上投资呢呃咱们华人就就可能会比较理解同时也可能会有一些的质疑他花的钱多半是在在宣传他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电商的渠道啊 他经过淘宝啊然后他通过这个微信啊微博啊抖音啊和小红书啊啊甚至请那个代言来增加他品牌的形象和这个品牌的市场力度 呃值得提问的就是说到底有没有效果那可能国内做媒体的人或国内做这种快消息品的这个专家呢可能能够给更多的这个 呃呃答复哈因为呃我是不是一个广告人所以我不是不好说他是不是有力度我只能从他下一个季度报表上来看他是否呃有那个良性的这个转变呃从刚上一个预算上来看呢他下一个季度的这个市场宣传经费呢也是300万呃比上一个季度少了30万所以有一点点缩减经费但是想看看他的效果 他呢现在值得提的一个利好消息呢是他2月18号就昨天也就为什么昨天股价涨了百分之十几啊他有一个很好的利好消息是有关他跟这个乌尔斯在澳大利亚生活人都知道一个很两两大巨头的这个呃超市啊乌尔斯跟他又签约了签又多签了几百家店的这个啊也就扩大了他在乌尔斯的这个销售能力呃最终都会要反映到他的这个真正 这个财务状况上所以我们拭目以待这呃官方的评论呢和媒体评论呢都把这个看的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呃策略和正向的一个信息这也为什么昨天股价在涨虽然今天的股价并没有突破昨天的高点吧今天最多的时候摸了一下八毛但最终还是回问到了七毛板呃希望他明天后天可以持续的有这么一个股价增长 也希望呃公司可以持续的去发布一些更好的这个呃合作消息呃下一个基础面就是要看他的董事会与管理层都有谁呃之前我有提过大家可以百度一下上面这些董事的呃名字我就不过多的去做介绍了啊这些新闻都都是公开的值得看的就是说呃董事们的交易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从网上的公开信息呢只有一个人在大量的销售那他就是这个创始人呃Christy呃一个CEO本人当然这也造成了他股价从呃历史高位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啊那历史高价是一块四毛八到一块六结果这位CEO呢在居然在高价呢狠狠的卖了四百万张股票啊成本在这个 那个不是成本那个售价在一块四左右他的原始股大概获取了五百九十二万的这个现金他的公告写的也非常的土傲型的直白啊他就说他想呃套一些现金出来去买给自己家里再添一个这个物业呃我是非常气愤的当时我爸我当时把我的股票也给抛售掉了因为呃从一个股东角度上来看从一个交易员角度上来看呃创始人本人和那个 哈哈公司的品牌形象本人呃大量的在高位抛售自己的股票呢他是合法的他你也没有办法管管他就确实让我心心心不好啊因为船长开始跳跳船好像是呃有一点割韭菜的嫌疑啊的一点不过多评论其实他可以把公告呃在公关化一点把这个呃解释的可能在圆化一点会比较好但他就按照土傲的这种 态度去去公告了希望以后再到高位的时候这位CEO不要这么直白的大量的在二级市场杂火啊实在是呃不好看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股东排行榜和股东结构值得去点评呢呢就是说持股一股到一千股的小股东呢呃有四千四百五十七人 持股一千到五千的人数呢是八千一百三十人然后五千到一万的呢是三千三百九十五人一万到十万的呢是四千二百八十二人 持十万股以上的呢只有四百一十四人当然这个数据有很大的延迟具体信息呢来自于这个Morningstar呃总持股股东呢是两万零六百七十八人呃 那这个数据的之后我就重新买了股票在这里可能不包括我也许包括屏幕那边的您 哈喽就是我从bloomberg抓的他的股东的这个top30啊前32个股东 值得点评一下呢就是说第一大股东呢大家也知道这是跟那个阿里巴巴有关的一个这个海外的这个投资的一个基金叫c2capital 他呃持股是最大持股比例是百分之十三点六二第二名呢是这个已经退休的曾经的一个董事啊他曾经这位董事持股很多他也在这个他算是一级半市场吧也就是在场外交易了呃一部分他的股票给这个c2 也这些都发了公告啊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所以他现在收利只有百分之三点几的这个股票了 算了ceo北人呢只有2.99啊意思类推呢有一些这个个人投资人的机构投资人啊 呃值值得去看好的呢就是说他现在有这么呃一两个公司比如说dynamic best group 他是呃在19年8月28号啊增持买入了1000多万这个股 而这个vanguardvanguard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该是全球第一大也是最著名的一个呃指数型基金 他的指数型基金旗下的几个不同的子基金呢也是在今年的1月31号和去年的12月31号呢陆续呢加持和采购了一些这个这个bubs的股票呃这个也是我比较看好的一点 因为呃毕竟一个股票背后要是有大型的国际财团买入呢那毕竟是一个利好 再往下呢也看到了一些这个呃比如说黑石在排名第29名希望他再往上买一买啊 可以可以看到持股的除了呃明显看到是这个中国姓氏的这个投资人之外呢呃一些老外投资者呢绝大部分还是投资机构和这个呃投资公司呃 感觉这个bubs背后还是有专业人士的知识啊不像是很新的这个股票背后只是纯散户或者是纯投机的机构 呃从公告上去呃巴呢这个我我有时候就问自己最大股东他的成本是多少 但是创始型的股东的股票呢他并没有说现金的成本因为他是呃上市所获得的但是要是拿钱来买的呢那就是最大股东c 他成本是呃六毛五呃公司曾经增发在四呃去年4月1号增发给他了4800多万股票也六毛五呃增发了 而在这个3月31号呢也公司的内部的一些呃大股东和这个董事呢呃也在六毛五呢从那个市场外叫off market transfer 这又是一个澳股小知识了澳股是允许场外交易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手里有股票想卖给我不想从市场上直接卖给我我们两个可以私下谈一个价格 然后从这个场外呃转移从你的券商直接转移到我券商这样呢无论是什么价格交易呢暂时不会影响到市场上的也不会造成交易量也不会造成股票股票的这个变动 呃当然了也有一点点的值得提问的说澳洲这种off market transfer其实操作起来很简单填个表出售ID就可以转票子了具体背后是不是有现金的交易呢是否现金真的是0.65呢这也是值得问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只能大家探讨并没并不可能能找到一些证据啊这个 来我们回到技术面分析技术面分析还是那句话我们主要看它的趋势阻力线和支持线 在这里呢我们先念一些数据啊新代的截图时的价格是7毛75到7毛8这个空间是截至于今天呃在过去的52周的这个时间里面呢它最低的股价是五毛最高的股价呢是一块右毛一五也是他呃 历史的最高的价格啊他四周平均的交易量呢也是400多万啊他的四周平均交易量是指一天的平均下来每天的交易量是这个440多万 他的这个交易量和他的市值的对比呢其实还还不错呃那个如果他每天能够坚持交易量到600万到1000万呢会更好呃 他的这个支持线呢从我的角度来看我给他定位为这个六毛五五也其实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增发是在六毛五啊那可能人家愿意这个钱大量这个呃价位大量的去买入这个babs也许也有一点这个技术面的这个分析的结论啊 当然自从他买完股票之后这个股价一路曾经升高到一块六毛五但也不仅仅是因为创始人这个呃 呃抛售自己的股票吧市场也波动了一段时间然后呃 从技术面上来看呢从这个去年的9月份开始公司又回到了一个很明显的呃有个急速下滑的这么一个下下滑线上现在的这个价位呢也就是说昨天上涨之前的那个点正好是这个下滑通道的底部 那么希望昨天的增长启动了一次底部冲到反弹的一个呃未来趋势啊至少能够呃从技术上也许能够反弹到这个呃九毛到九毛一五的这个和九毛二五的这个组绿线啊那也许大家在呃昨天的买入也许在九毛前可以有一个朝短线的那么一个退出机会啊如果股价能够突破这个九毛而且在回落回来的时候呢能够不跌落到九毛 二五以下呢可能就会呃再一次的打破这个下滑趋势而呃呃变成一个重新进入一个上升通道是否上升能再继续摸到一块六呢那真的要看他未来的作业是否是能够降低成本降低这个负收入和进入有可能进入正收入啊 然后再看这个蓝色的呃这个树的线呃从2017年的九月份呢到今天呢基本上除了中间有那么呃 除了2018年年底到2019年的年初有那么大概五个月的时间是低迫于这个支持线的绝大部分的交易呢都是在这个六毛五五左右 包括呃最大的这个股东那也就是心理上又回到心理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六毛五 以下的呃持持股的人比较少最大部分人的成本都在六毛五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贴着六毛五呃六毛七呃以上买的你基本上已经属于比较便宜入场的这个股东了那你你在往上你的利润空间就会比较大一点点 在我看来呢很有可能这个从之前的呃底部到历史的高位的这些利润回吐呢可能回吐到昨天的呃开盘价的时候呢已经也许回吐很多了 看底下画蓝圈的地方呢就是说他历史上交易量最庞大的呃月份呢就在2019年的五月份也就是说那个C2呃入场的那个时间范围呃至今呢从这个 基础面上来看呢很有可能该吐利润的人已经吐掉了那么现在建仓呢是相对比较保守的 来我们来一个溯源呃大家有的人在呃太新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上市的我给大家讲一个他上市的故事 Bubbs是个借壳上市他之前是一个矿业的壳在16年呢他那是11月14号由这个摩尔本的一个券商叫Pack Partners给他完成了一个借壳上市当时的股价你们猜猜多少钱一毛钱一股 所以呃当时到六毛的时候涨了六倍也彻底打开了这个咱们澳大利亚华人对澳股那么一个投机投机的这么一个兴趣啊 因为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就一个六倍的盈利是是非常庞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对股票比较感兴趣 因为只有股市才有这么大的这个盈利的空间当然反过来也说也有也有很大的亏损的风险 所以这个从呃一月呃2016年12月呃20号正式的敲中挂牌啊从从一毛一路走到今天啊最高的时候到了一块六也就说呃如果还有一毛钱买入的人的话他的股价在一块六的时候已经涨了16倍了 我感觉从盘面上来看已经洗牌了呃两波大浪潮了很有可能现在没有多少人除了创始人和创始团队的话可能没有什么人有这么便宜的股票在手上了 呃我们现在呢回到我的bloomberg我答应大家用bloomberg也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呃我能够找到什么样的这个新的数据吧 首先从bloomberg的话我们主要看的是这个呃刚刚才已经给大家讲的这个股东的排行榜 我们现在从bloomberg我选上给大家看的是做空在bloomberg这个平台呢 我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任何一只股票的这个做空的率和它的做空量的变化 嗯我输入的这个呢就是babs从这个大家看这条曲白色的这个曲线这条线呢就是做空的这个量 大家看啊是一直是在增加的无论这个股价是否在跌它的做空的量是叠加的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说有一点点利空啊也有一点害怕 从它的表格上数据上来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呃澳大利亚的其实这个数据都是公开的只不过bloomberg他把这个数据排列的比较方便做这个呃历史调研 其实你在谷歌上搜索asxshort selling就是short sell都可以查到这个澳交所每日呢都可以公布前一天的这个做空的数据就像这样排日以日期排列下来的啊我只是喜欢bloomberg可以看哪天呃做空量暴增哪天做空量增增呃减少我来回顾一下市场的动态当时的这个呃公告来找一些这个这个这个线索 呃很明显在这个2月17号这个做空量很大当然很那也是前天的由于昨天放的利好的消息呃股票暴涨可能也伤了一些这个七毛钱做空的这个做空的呃玩家呃我会时时关注他的做空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评论呢现在市场的做空的这个总体量呢是2600多万张票 他们是否已经抛售掉了是否已经还没有抛这个是一个未知数 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几天里面股价随着股价的上升呢可能都会受到做空课的一些压力 直到呃 babs给一个更强有力的因为他只是签了这个worth的合约啊其实对我来说他利好的力度不是那么大 最终利好力度是还是要回会到他交作业那一天他的报表 真实的赚到钱了那他的一下子这个股价就会暴涨会打爆爆仓所有的这个做空的仓位啊 所以大家值得看还有一个小功能呢就是说 我可以在blomber上来大概看这个呃他每天的技术指标呃 呃技术指标呢从这个二月十九号呢就今天呃股票成绩下跌了这个百分之二点五 交易量呢也在呃低于呃二十天的呃交易量的平均值低了百分之二点九三 他的这个price target就是说这个市场给的这个目标价呢目前是这个百分之四十六高于现价 呃一会儿我们快看到底谁给的评分了呢呃今年的这个盈利呢刚才已经说到了全年股价的变化呢是百分之六五十六点五七的增长 其实一年之前你买的话今天其实还是赚的啊如果你在历史高位没有抛售 呃我还可以看一看他的shareholder的这个最大的买家是谁最大的卖家是谁 呃目前来看的话最佳的买家呢是这几位当然bloomber的信息呢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 对我主要是要看一些他的这个买家和持有的这个股东的这边有一个cost 他的成本呢呃可以看到创始人本身呢cristy的成本呢被评估是大概在两毛左右 但是这个呃第二大股东的成本呢是一块一左右 我不知道数据是否有误啊因为他好像是公司给他发的这个期权和这个股份激励 所以可能是一块一做的这个定价 然后还有一些未知数 然后看这个dynamic best group呢他买了一千多万 他的成本是一块三啊几乎是贴着历史最高点买的希望他没有抛售 他如果现在抛售就基本上是亏了38.7%底下还有几个人都是比较高位买的 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现在的价位买的你已经便宜了很多大被低于很多大股东的价位了 bloomberg其实功能非常强大但由于我观众们其实是很难去注册他们的 因为而且他的费用实在是高大概是3万到4万美元一年的这么一个租金啊非常高额的经费不太适合个人 适合还是像我们这样的投资研究机构啊从bloomberg上看呢除了刚才那几个消息之外 就是要看他的这个啊有没有这个评估机构来评估他 现在因为babs其实年龄才三岁多啊他并没有进入更大的财团的法眼和机构投资的银行的法眼 目前只有当地的两大券商在评论他一个就是vilsons澳洲本土券商还有一个就是bel porter也是这个澳洲应该算是排名前三的一个可能也是第一名的这个散户券商啊 他的这个给的在今年的1月31号给的评估是一块三毛五 而这个vilsons给在去年的12月16号给的评估是这个一块钱那bloomberg综合了两位的意见呢 给这个未来12个月的定价呢是一块一毛三 也就是说同比今天的价格呢它的增长力度也许还有46.8% 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回到PPT这边 刚才讲了机构评级了呃我们回到大家都期待看到我的这个态度和这个奥利的观点啊再次重申一下也只代表我个人观点不代表我的公司奥利capital更不能代表您的理财建议呃 请做好自己的尽职调研 还有就是我持有bubs也许我的言论偏向于bubs的好因为我当然希望它股价增长了所以呃请大家一定要这个参考一下这个呃我的评论和市场上的评论 刚才也就讲过做空率了那么直接进入我的点评 风险系数我给它定位为中性亏损幅度可能会亏15%的20所以它的亏损的可能性和它亏损的这个量呢我指的量是15%的20 所以一定要做好这个止损的控制和这个对它的亏损的这个预防呃我的采购的区间呢是0.68至0.78也就是说六毛八到七毛八之间我认为是投机性买入不叫投资性买入也就是说你要实时的看一看呢呃你买它的时候它是代表投机性的也就是说风险较大那个上下浮动也会很大 所以不应该超过你仓位的百分之三到六也就是说如果你有100万澳元准备投资在股市的话Bubs这只股呢应该只放三到六万嗯持仓的时间呢是三到六个月为什么我说的比较短呢因为嗯三到六个月大概也就是说两个季度的时候呢我还是不认为它能够进入一个正向的现金流所以还是要观察的每一来每个季度的这个现金流都会好与坏都会影响 我想到股价很多所以要经常去看我当然很希望啊但我对它的目标价的一个评论是在六个月之内有可能会出击到九毛到一块同时也可能会出击到六毛五 所以止损价是六毛五嗯不过六毛五可能会守的比较稳啊因为大股东的成本也在六毛五它的这个止盈价呢那也是在九毛以上呢就看你有多贪婪了 监视时间越长风险可能回落风险可能就越大但是也很有可能如果它真突破一块还能稳稳做到一块以上的话那也会就也许会进入下一浪那在这个图上呢我有画了最长 最长的这个长方形呢就叫大趋势其实这个股价哪怕现在现在的价位只要是在六毛三六毛五以上呢其实都是在一个过去三年的一个牛市的一个大牛市通道上 只不过是很接近底部啊那嗯在这个大的牛市通道里面呢可以明显的看到Babs在17年末到18年一年呢经历了一个牛市和一个熊市也就经历了第一浪 然后从19年的这个二二月份呢开始了他的第二浪潮第二浪潮比较更加剧烈因为有这个C2的这个大股东的参加 然后第二浪潮好像也进入一个尾声了如果能够守住0.65还持续的在0.65到9毛之间的浮动呢有可能会横盘几个月这又是一个新的盘整期盘整期如果买方实力大于卖方实力也就是说买家干掉了所有的做空客呢可能一次过就要画第三浪潮这是我买入的原因我希望他能画出第三浪潮来更希望他第三浪潮要 比第二浪潮的历史最高价还高但是他只有给出真正好的这个销售数据和盈利的现金流数据呢回到一个盈亏平稳的这么一个报表呢他才能真正的突破他上一个这个历史高级 所以他的优点是他股价属于52周低财务状况呢现金流虽然是负收入但是他的现金充足啊 他的盈利预期呢由于签了好的利好的这个公告呢可能会有所提高 再加上的利好消息比较雇物人心和券商的评级呃比较的这个高于现价当然现在只有两个券商评级我希望看到更多的券商能够评级财务现金属于这个亏损呃没有分红这都是他的缺点啊技术面上看来说目前还是属于一个下滑的通道呃可能会进入盘者但目前并没有反弹的趋势呃 做空的实力呢在持续的增加这都是他的缺点呃看完这以上的这个点评呢希望大家有对bub有所认识但更希望呢大家学会了一些如何去呃评论一只股票用大白话评论我我我没有用cfa的语言去评论没有用这个大投行的语言去评论因为我的宗旨是希望普通人也能看懂股票不要再被那一些所谓的大咖们忽悠更不要去嗯 那个相信这个过度于相信所谓的什么k线图啊技术指标啊不要去迷信一些马后跑那如果大家对我的这个讲解比较感兴趣呢希望大家点赞啊关注啊分享希望大家去扫我们的二歪码再次谢谢大家来观看啊时间评论的时间有点长视频有点也许有点啰嗦但是我不希望做15分钟只是为了嗯多做我希望把事情讲的细一点 希望把我的逻辑说的更清晰一点我会加强我的讲话能力因为我毕竟不是做主播的所以讲话经常磕吧所以这个谢谢大家支持我啊谢谢大家的评论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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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